Hello,大家好,我是Pol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洞见是什么,怎么找到洞见 那很多人一定在做设计标板的时候 会想说我现在到底设计的内容 怎么样协助我们的 不管是主管、同仁去找到洞见这个东西呢 那我们在讲洞见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设计出来的画面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针对每一个年度 我都去显示我现在的营业额跟我的毛利 以及我的毛利率的部分 这个对我们来讲 我们展现的这个内容叫做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以下面这些每一个内容来讲都是 所以你不用告诉我 我都可以知道 2022年的YOY是负的 那接着的话是来呈现一个正成长的部分 那当然YOY的数字会有高跟低的部分 那这个都是发生了什么事 再来的话我们要来指导 来探讨的一件事情叫做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假设这是我们过去的资料 我想要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去找到 不管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 或者是失败的经验可以去做学习的 呃交正的部分 这都是我们要去做到的 好那我们接着我们就进到洞见的部分 要怎么去设计 当我们看到这么 我们以表板做完之后 一定要用滑鼠点击我们的画面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营收到了2022年达到了最高 这时候如果我没有去点 还没点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 还没点之前 我们的毛利率是25个percentage左右 也就是说这四年来的平均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的呃下面的类别分布 也是都蛮平均的 大概都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左右 那以科技的产品比较多 那我点了这个2022年之后 首先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内容呢 刚刚有看到就是 我们的毛利率呃 从平均的12.5来到了12.9 那以及我们刚刚有看到 这个分类也会跟着变 趋势图有变 谁没变呢 对比没有变 因为我不希望我在动这个图的时候 改造了对比 好 这等等我们再来说明 那再来的话就是 呃 我们看到了2022年最 呃 营业额最高 它在哪一个月份发生的呢 它在11月份发生的 好 那到了11月份 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吗 因为如果我们光点到我们的11月份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的毛利率是下降的哦 刚刚如果还记得我们的毛利率在12 那到了我点了11月份 虽然我的营收是创新高 但我的毛利率却不是创新高 那这其实也是蛮常见 蛮多公司在充营业额的时候 就会牺牲掉了一些毛利 那再往下看 那这个毛利降低 是哪一个分类去影响的呢 我合理的来我们先来怀疑一下 会不会是这个technology 因为它占比 可能比较高 那但是我们在谈数据 我们就不要用假设的 我们如果在这个technology 往下按下去之后 我可以看到 technology的毛利率 比我们刚刚看到的还要多 现在是11 所以看来不是technology造成的问题 好那我们再回来 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furniture 好整个furniture 有没有看到它毛利率变成了一个percentage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问题 有可能就是出在我们的 在整个在卖furniture的这个品项的时候 拉低了整体的毛利率 这是有可能的 那再来的话 会不会是office造成的呢 看一下office 目前人家的毛利率还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拍 我们刚刚看完了这三个结果 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furniture是造成 我们整个毛利率降低的这个原因 那毛利率降低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严重的 因为你不晓得 它有没有可能让你的营业当中造成的亏损 在一趴的话 这个在公司基本上要生存下去 这个都还没有扣什么人事啊 基本的费用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再来我们再看洞见的时候 我们再去把我们的table 哦说错 这个chairs 哦这个品项 比我们刚刚看到一趴还要高 第二个品项 哇它已经是负毛利的部分了 那第三个 它也是负毛利 那第四个呢 好正毛利 所以反而第四个它是一个金基姆 但它的营收小 所以它对于整体的占比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反而是不管是第二个跟第三 尤其是第二个 它还算是营业额 嗯 是第二高的 但是它却是让整体的毛利率来到最低 好 在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之下 我们要去看的是 那它有可能是哪一个城市去造成的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粉红色这个西区 那我们把它拖拉到这整个区域 整个西区来看的时候 西区不是始作俑者 因为你可以看到西区基本上都只有卖桌子的这个品项 那我们再回来放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另外这个区域 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找到问题了 南区它这里本身就是一个负毛利形成的一个地方 而且它又搭配了这个桌子的销售 所以我们也找到了这个资料面 在2022年11月 虽然营收创新高 但是毛利率却是有往负成长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用抽丝剥茧的方式 找到原改是在这个西区这个地方 那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更深入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 洞见的方式是你要用剥洋葱抽丝剥茧的方式 你还可以逐渐去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并不会是我在第一层直接这样用看的 然后就看到答案应该是什么 其实这很难啊 所以我们一定是从刚刚看到我们一层一层这样转过来 从第二层才找到我们比较接近我们的想要看的内容 当然如果今天主管在问你更深入的 你都知道是南区 那南区是哪一个城市呢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往下再去按 有没有再更detail的内容可以去看哦 OK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希望大家可以去针对你的仪表板做洞见 那下一集的话我们来分享 这个仪表板是怎么样去让它从第一层跳到第二层 以及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做筛选的时候 都不会去影响到某一些画面 它只有针对例如说它针对下面这些画面去影响 OK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